在这个视频里面分享一下 当你搬了新家之后 你该如何去进行无线路由的一个设置 就是你在以前的话路由都好好的 但是你现在还新家了该怎么办 首先你就看到我这个路由器 现在是连上了一条线 连到了我房间的这个接口 我的房东是给了我一个密码和账户的 但是你需要 首先要进入到设置页面才可以 如果是还没有设置好的话 我这个路由器会是一个红灯 当然我已经把它设好了 变成一个绿灯 变成一个绿灯 另外就是它后面有个网站非常重要 你可以看到翻过来的话 首先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无线名称 当然你可能在之前早就已经熟悉了 然后你也可能把它改过了 我是没这个习惯 我就直接保证了它这个比较难看的 TP-Link的怎么怎么样 然后后面还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这里有个网址 你看得到吗 叫TP-login 这是管理页面 TP-login.cn 我们现在当你无论是手机 还是电脑连上了这个无线 或者无线路由器之后 现在你就要去这个网址 因为你现在是无法连接外网的 你只能够连接到这个管理页面来 好跟我来 那现在我就是在我的一个浏览器里面 打开了TP-login这个CN 那输入管理员的密码 这个东西的话 你去看一下说明书 如果你以前没有设过的话 没有自己更改过的话 那就是说明书的那个 如果你设置过了 我希望你还记得 否则的话你可能还得再请教请教别人怎么办呢 就是你丢失了这个密码 好 现在进入的就是路由器的这个管理页面 然后呢去到哪 去到路由设置 在这个地方 路由设置 路由设置里面 右边 左边 sorry 左边 上网设置 上网设置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方 它会默认的是一个自动获得 你把它改为宽带拨号 改为这个 改为这个之后 你才能够输入你的房东 给你的这两个东西 输上之后连接 连接 然后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你学会了吗 好 好 词